谈点漫威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死士作为漫威故事体系里 一个人气较高的反英雄角色 深受粉丝的喜欢 他拥有着超越金刚狼的自愈能力 以及高超的战斗技巧和枪法 也因为他自身超强的自愈能力 使他在战斗中几乎无法被杀死 而这个无法被杀死的自愈能力 让死士在战斗中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骚操作 再加上他那张无时无刻都在说话的嘴巴 让死士这个角色变得非常有趣 而如此有趣的死士 在漫画里曾屠杀了整个漫威宇宙 其中包括复仇者联盟 以及X战警等团队 而在漫画里除了死士之外 惩罚者 金刚狼和火箭浣熊三人 也都屠杀过漫威宇宙 只不过火箭浣熊是他在喝酒时 跟别人吹牛而已 知识二 在目前漫威电影宇宙的故事里 已经出现了多元宇宙的概念 无论在漫画中还是在电影中 都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平行宇宙 而在漫画里和电影里 每个多元宇宙 都有着不同的宇宙编号 比如漫威漫画的主宇宙编号是616 而漫威电影宇宙的编号是199999 漫画终极宇宙的编号是1610 X战警宇宙的编号则是10005 知识三 在漫威电影的每一场大战之后 都会在城市中留下一个托烂不堪的战场 比如在复联役里 其他日入侵地球的战斗后 整个纽约几乎都被摧毁 以及在后来的复联2里 失控的浩克跟钢铁侠的战斗 也是毁了一座小城市 而这些在战斗中被摧毁的城市 在设定里一般都是由史塔克工业 来负责善后的工作 而省顿局在必要时也会提供帮助 但是其实在漫威的设定里 会有一家名为伤害控制的公司 来专门负责处理这些超级英雄战斗完之后 战场的善后工作 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一个名为安妮霍格的女性 而她跟尼克福瑞有着一些说不清的关系 知识四 在独夜系列的电影中 独夜的形象是一个全身漆黑 且拥有剑硕的黑色肌肉 以及尖锐的獠牙 和附着着大量粘液的舌头 而这样凶残的独夜 在早期的形象设定里 并没有獠牙和长舌头 独夜早期在漫画里的形象 跟电影《蜘蛛侠3》里的形象是一样的 它更像是一件可以增强宿主各方面能力的战衣 直到后来蜘蛛侠漫画的画师 换成了艾瑞克·拉尔森 艾瑞克对独夜的形象 进行了改进并绘制 于是就有了一嘴参丝不齐的獠牙 和拥有超长舌头的独夜形象 知识五 在《蜘蛛侠3》的瓦坎达大战中 有一个黑豹扑向黑矮星 并一拳将它击倒的镜头 其实这个镜头 是致敬了漫画无限中的一个画面 在漫画无限里 黑矮星就是在入侵瓦坎达的战斗中 被黑豹打败 而他也是黑曜武将里 唯一一个被打败的角色 后来因为在战斗中的势力 黑矮星就被灭霸逐出了黑曜武将 知识六 在目前的漫威电影宇宙里 已经出现了三个不同的蜘蛛侠 和多个不同的蜘蛛侠平行宇宙 而且在后续的电影里 蜘蛛侠的角色 以及蜘蛛侠的平行宇宙 仍然会继续增加 但这么多个蜘蛛侠 都逃不过身边 总会有人死亡的宿命 比如在主宇宙里是本书死亡 在漫威电影宇宙是梅伊死亡 而在蜘蛛侠温的宇宙里 则是彼得帕克死亡